大家晚上好,我们又见面了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每周六的教育夜现场 我是Initians Education,湾区办公室的Manager Ellie 本周新闻频出,几个大学都相继透露出去年申请人数暴增 再加上SAT被边缘化 如果今年大学继续沿用Test Optional 那8到11年级学生的升学规划该如何做出相应的调整呢 靠学术优势取胜的亚裔申请人 又该如何规划才能脱颖而出呢 今天就由Initians的创始人和资深升学顾问Ben老师 为您带来深度的剖析和答疑 那对于第一次参加我们讲座的家长 可能还不了解Initians Education 我们创建于旧金山湾区 致力于将学生的个性、天赋、价值、目标 四个元素融合在一起 针对每一位学生的独特性 通过教育引导配合课外实践活动 来启发青春期的孩子 让他们顺利度过紧张而充实的高中生活 在收获理想大学录取的同时 实现自身的成长和进步 我们的团队是升学规划服务 涵盖一对一的高中和大学申请指导 暑期活动规划、职业规划 高中AP Honor私教课程 SAT、ACT考试培训 和青少年个人成长的培养 基于对美国大学升学的深入了解 我们服务超过来自北加30所学校的学生 包括南湾、东湾、三番市半岛、Sacramento 还有南加和夏图地区 在南湾的Cupertino和东湾的Pleasanton都有办公室 我们所有Enlightings的顾问老师都是全职员工 为的是能够有更充足的时间和精力 认真辅导每一位学生 我们坚信学生的成长和进步 才是教育的本质 顾问团队会结合每个家庭的情况 和孩子的理想 来制定专属的教育规划路径 让孩子在人生最重要的阶段 获得最专业的指导 同时拿到最满意的结果 那么话不多说 下面就有请Ben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好 谢谢Elly的介绍 然后这是我们今天的 真的 很多家可能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周末讲座 每周的话我们会结合最新的教育时事新闻 还有我们自己对教育的理解 特别是升学规划 华人对关心的如何去一个比较好的大学 给孩子一个比较好的未来 这些主题会每个周都有分享 不一定都是我 大部分时候会是我们的同事 有中文有英文 都会给大家做分享 然后今天的真大有五个 一个是本周的教育资讯分享 第二个是为什么这么多大学 在早生的这个阶段就爆出他申请进入今年激增 然后呢 第三个就是 ICT呢 现在你像很多知名大学已经宣布他今年会和去年一样 继续选择test optional 就ICT不交不会影响你的录取 很多大学已经开始announce了 一会儿新闻里面会具体说啊 然后第四条也是很多家长关心的 就是现在这个疫情 虽然已经到了疫苗接种的时代 但是太多不确定性 有的学校决定下学期开课 有的不决定 然后很多summer我们很多学生在忙summer申请 他们也在纠结 那我要不要去报一些只能在线上的讲座 那个那个活动 所以家长很很很纠结 我们最近的咨询量也比较大 就是关于早期规划的 我都会涵盖掉 然后最后就是Q&A 我这里边稍微重点讲一下 很多家长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讲座 我们后来可以看到 所以说在中间 我们希望家长可以多给一些问题增加互动性 这样我们能更好的了解 我们接下来的题目 因为我们题目一般提前几个礼拜准备好 但是遇到突发新闻呢 我们会做一些调整 来适应家长对这些升学方面一些困惑吧 然后新闻呢 第一条我是用了国内和美国都比较接受的两种说法 一个叫Adapting to Change 在2000年左右 中国将刚刚刚加入世贸组织的时候 有一本书啊 现在看的话 那本书是非常的垃圾啊 只要一句话就可以讲清的书 但当年外的特别好 如果那个年代的家长做外贸生意 或者是对商业图书比较感兴趣的话 肯定知道这本书 叫谁动了我的奶酪 然后后来那本书呢 成为全球校长特别火的一个地方 整个书就讲了一句话 就如何面对变化 讲了一帮小老鼠的故事 那本书啊 大概很薄很小的一个书啊 那些老板们人受一份 但是我现在想想 那本书真是垃圾 一句话能说明的 非要跟你说一堆 但也代表那个时代特点 而我为什么今天用这个题目呢 也恰恰是代表了 在升学规划这个阶段 我们从业这么多年 我们也发现这个变化的一年 有政治因素 有这个疫情的因素 还有很多其方面因素 共同促成今天这个局面 很多不确定性 那今天我们的目的就一个 为了让大家避免焦虑 我们给大家照亮 你周边 你看不到的一些盲区和盲点 这是每次我们教育分享的一个目的 希望家长能够对自我 有个很好的了解 用我们的信息 做一面镜子来对照 自己的孩子在哪个定位 然后同时呢 对新闻 你有个更好的这个了解 而不是只从你表面的角度 我们会从专家的角度 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然后如果穿越成中文 就比较简单了 适应变化与时俱进 虽然与时俱进这个词 政府用的比较多 但是我觉得这个词 是挺精准的 就是讲的很有道理 就是如果家长还听众在 五年前录取率那个标准 很有可能他会伸到 伸不到自己想要的学校 举个例子 大概在去年 嗯可能家长说 啊我我进早同校呢 我就学NYU吧 反正保底 我说你知道纽约大学 NYU现在录取率多低吗 家长说多跌 百分之三十多倍 我说不是 早进行百分之二十以内了 今年会更低 啊包括那家长说 那那那那波士大学 是比较容易进 比较比较保底啊 我说也不是 波士大学也百分之十九 去年就百分之十九了 就这个录取率 是过去不敢想象的啊 包括UCLA 过去长年代 百分之二十五以上录取率 现在也是百分之十几 啊今天会更低 今年家长会看到 很多学校 因为分母的增加 申请人数的暴增 嗯导致一些学校 会进入个位数 非腾校 很多非腾校 会进入个位数的录取率 但家长不要焦虑 因为是分母增加了 就是他整体录取 学生的状态没有变 嗯呃 今天新闻主要 就是这三个点啊 呃新闻非常多 但这三个 我觉得是比较 家长可能关注的 一个呢就是申请人数创新高 呃因为UC的结果 会比较晚一点出啊 他录取节制比较早 他也是刚放数据 呃申请人数创历史新高 而且这增幅非常的大 但这背后呢 实际上主要是 African American 非裔和拉丁裔 这两个族裔增长得非常厉害 啊然后呢 亚裔实际上相对持平 然后呢就是低收入 在加州每年 大概有45%到50吧 这个区间的申请人 他录取到加州大学之后 加州系统之后啊 他是不交学费的 他一分钱不交 因为他的收入低到一定程度 我记得应该是85000 家庭收入低于85000的时候 嗯他就不交学费 生活费应该是要交的 这加州一个政策 所以今年统计呢 低收入这群体啊 他们在加州的申请人数 没有变化 几乎没有变化 呃但是呢 就是两个少数族裔增长 特别快 这个呢背后原因就是因为 SAT ACT 嗯今年选择了可以不交 而UC呢做的更极端 如果经常听我们讲到家长 肯定知道 我们在UCD时间通知 SAT ACT 他会在未来四年内 把它取消 呃今年申请记是最后一年 看SAT 是选择性看 你可交可不交 明年的申请记 2022年的申请记 也就是2023年入学 他完全不看 他是看他自己的考试 他会自己出一个考试 来取代SAT ACT 但这个考试 如果他做不好 他就会呃 完全放弃这个标划考试 呃大家也知道 在加州呆的家长 知道加州政府和加州 大学的关系 加州大学的话是非常呃 左派的一个一个理念 教育理念 他认为 好的教育是应该给任何所有人的 他的approach呢 是照顾底层 就是学术上和经济上比较弱的 他觉得他们给他倾斜更好的资源 然后呢 呃 右派他是觉得 优胜略态 学习能力强的 应该拿到最好的资源 还有中间派 这个很正常啊 就是说不会是左右 这是一个教育理念的问题 我觉得都有存在的意义 但是呢 家长注意啊 就是如果你的目标就是UC 说我不会读私立 听我最后一部分讲这个关于申请的一些呃 规划方面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现在目前为止哈 哥大呃 康奈尔 哈佛 呃 然后呢 哥伦比亚 还有普林斯顿都已经相互通知了 今年会继续沿用 Test Optional 就是ICT呢 呃 你可以教 但你不教绝对不影响你录取 教的话他会看 然后呢 一会儿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康奈尔写的特别好 他和哈佛的就是同样是一个announcement 一个公布 但你能透露出这两个学校对标划的一个认知程度 还有他们真正的潜台词 就他到底看多重 一会儿我会给大家逐个梳理 因为那两家写的比较好一些 然后第三个就common app新数据 呃common app呢 就是呃 有些家人可能第一次了解这个概念 如果孩子比较小 就是将来你申请大学 不管你是在呃 本地的华人 还是你是海外的 就是那个在国内啊 在别的国家啊 申请美国大学 呃common app有八九百个学校 在这个系统里面 它是一个软件系统 你说的申请在这里边递交 最多一个学生可以通过common app来 叫二十个大学的申请 二十个 里边叫AC啊 推荐信啊 做东西在里边 是一个完善的系统 呃 然后呢 如果你深加入大学 它是有UC系统 然后你深一些外州的州立 你像呃德州 你要深德州系统的话 它有单独的系统 但是看这个趋势呢 将来会越来越多的学校选择common app 因为他们现在越来越大 你像滕校啊 都在里边 呃MIT不是滕校 他自己有独立的系统 而且工作量非常大 我们有时候就开玩笑 说MIT就通过申请 能刷掉一大堆人 因为工作量太大了 而且你要做另外一个系统 你要重新填一堆东西 啊 好多学校都这样 它会门槛比较高 然后common app 一个很常有益的数据 大家到处看各种新闻啊 讲这个啊 今年哈佛申请 就是暴增47% MIT暴增百分之多 五六十 conner申请暴增几千人 纽约大学申请超十万 历史新高 全是这些 但是common app的数据不骗人 今年申请呢 人数几乎变化不大 和忽略不计 百分之一以内 但申请的个数数量在增加 在增加了很多 今年申请数啊 就是一个人 本来可能是平均申请五六个 今年可能更多一些 他平均申请数增加了18% 也就平均每个人 多申请了1.8个学校 而且加上就有一个前提啊 就是在common app里边 他今年加了42个学校 今年加这么多学校 也就是申请人数 管你没有没有增加 就是说量的增加 也就是说在不确定性 大家选择多深 而不是保守 然后看为什么申请人数会激增啊 很多家长是冲这个新闻 太早来的 我总结了比较经验的一些 一些话 让大家看看 一个是confirmation bias 就是很多人觉得 哇 今天都申请暴增 实际上我们是最关注这个的 我们的公众号发的新闻 一般会比国内还要早 就是我们会第一时间 收到美国这边的推特 或者校方的一些 announcement 我们会翻译 然后国内的团队 会做这些新闻 然后转发 然后呢 我们根据我们追踪新闻来看 很多家长陷入了一个陷阱 他一听哎呀 哈耶普斯玛这些名校 藤校 包括UC都申请人数暴增 他默认为都在暴增 实际上 Common Data Common App里边 讲的是另外一个状态 就是没有 没有那么明显的暴增 而且国际学生 申请人数在下降 就是这里边有一个 不对等的地方 就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大学 他录取的人数 每年是确定的 就那么多 上下区间活动量很小 但是申请人数暴增 那这个到底问题在哪 其实因为有的学校 申请人数暴增 有的就会减少 特别是一一一地嘛 他是单项的 你只能选一个一地 所以目前出的数据都是early 所以最后的结果 就能发现哈 你只要听到新闻 说这个学校申请暴增的 他就是暴增的 对吧 然后那些不说话的 就是没暴增的 有可能还带低 所以今年很有意思 今年四个月份 放网结束的时候 你会发现一个现象 这是我们的一个推测 我们认为 八九不离十的 会出现这种状态 就是大部分学校 他今年的那个 入学率会降低 因为他符合的申请人太多 而且他也不确定 谁到底能来 所以他会 有可能会多发一些offer 有可能各类学校不好说 但是呢 底部一些学校 今年申请人数暴跌的 或者是持平 他们今年可能会好录一点 因为他们知道 他们的声援 可能被上面的学校给抢走了 为什么呢 今年不考SDCT 很多学生就装大运 特别这些手术族裔 他们本身成绩就稍对弱一些 胆奖整体性啊 没有歧视的就是整体性 有张图可以很明显 分数和族裔 普林斯顿在10年做了一个research 如果从来录取腾效 亚裔的话 比非裔的话 要高300多份 差距就是这么大 按族裔来的 非常神奇的一个东西 然后收入也有关系 所以今年大家不要担心 就是你看那个申请人数 整体暴增 大多人是在碰运气 但是大学录取标志 从来没有降 ICT只是他其中一部分 你如果在学校里边 GP不是特别突出 课外活动里边 不是特别冒尖 在学校里边 没有几个leader是 没有获什么奖 好学校对你来说依然只是说 你多了交了几十块钱申请费 没有本质上的变化 因为没有大学宣布扩招 没有 而且大家加上就要一个前提 今年那个 因为疫情 哈佛大概有四分之一 还是六分之一的新生 选择了今年不赌数 就是他就去年了 去年就秋季 因为疫情爆发 2020年 然后他选择gap year 就我一年休息 我第二年的入学 那这位学生呢 今年会入到哈佛 今年的秋天 会是挤占大一星星的名额 虽然哈佛没有名说 但这个问题非常make sense 就是你本来名额 哈佛就那么多 每年就招两千 就录两千多个人 最后可能一千九百多人去 然后呢 你又一堆人是因为疫情 他不去 他不来听网课 他退市一年入学 那今年录取名额一定会少 所以 当然不同学校不一样 强烈的学校一定会面临 这个困境 然后第二个呢 标划考试的政治影响力 这个我为什么说宏观调控哈 当 美国意识到疫情冲击很大 他们将通过降息来刺激消费 你看股市历史新高 你看房价也在暴涨 这就是宏观政策 而标划考试所有的学校 几乎所有的学校都选择 去年可以不教 这就形成了一个宏观调控的政策 让所有标划不擅长 或者认为自己不高的人 就认为可以装大运 华裔家长在升学这个规划道路上 那个知识储备是超过所有族裔的 因为华人基本上是通过教育改变命运 在美国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 而别的族裔可能不一样 他来的历史要比华裔早一些 所以华裔家长 你认为可以维划 可以活动 别的族裔不知道 他认为这世界上只有GPA和ICT 到ICT他的软肋被去掉的时候 他们会都会冲凭效 这是今年很明显的一个现象 就是宏观调控政策 对所有人的一个信号 然后第三个呢 就是不确定性的应急反应 当时呢 实际上我们写过一些文章 我们就预测 因为这个疫情 因为中美关系 国际学生申请人会暴跌 然后呢 是本国人的机会 那篇文章我们点击量很高 大概有1000多家长看过 在北美的 现在呢 我们说对了一半 申请人数是在暴跌 国际学生降了很多 其中中国学生降的最多 但是 前30前20 申请人数是在激增的 就说 中国学生 国际学生嘛 很可能是 他就申请了英国加拿大 来对冲这个政策风险和疫情 但是 没有排除他们申请顶级美国名校 这个点 所以 剩下的那82%的国际学生 中国国际学生啊 他们选择更好的学校 能不能进我冲一下 所以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我们判断对了一半 但另外一半 没想到 就是美国的 美国大学这么有魅力 就是疫情 还有当时上一层政府这种排斥 就能造成这种局面 这个是我没想到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屏幕差距到处到处的大家不同的想法 一看 特别有钱的 那我就做一地 因为我 我的 我对学费 就是 无感 很多人因为 因为疫情失业 公司或者是财员 或者自己的生意受影响 这个很正常 因为这个疫情是真的是 人类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一个 但是对有钱的家长来说 我本身就是在科技公司上班 或者是我是高管 我有股票 我有投资房 那对我没有影响 那我就升一地 因为大部分普通收入的家庭 它是不会升一地的 这就是美国哈耶普这三个学校 它没有一地 加拿来这一地 加拿来可能不知道叫early decision 就你录的一定要去 录取率呢 从数字上看比较高 但是呢 曾经有一本这么厚的书啊 伯克利的一个历史教授 他做了一些调研 他发现啊 这个政策的对手术 就是收入不高家庭 打击特别大 因为他们不敢升这些学校 因为他们怕升了 录了他读不起 因为一地你一旦录了 你要取消别的大学的申请offer嘛 所以很有意思 就是一地呢 大家看一下 只有哈耶普是不用了 他为的目的 就是为了表示自己的那种 叫什么普世精神 我们不会用这个政策 来起升那些手术主义 所以他们的是REA 这是一个小的知识啊 一地是所有有钱家庭的一个利器 就是他申请的话 我不所谓 我录了我就能读得起 我不需要卖房 我什么都不需要 我有这个学费 然后middle class呢 也是一样 虽然可能来说读异地 可能一年学费 加生物费七八万 对他来说是一个挑战 但是呢 华人家庭对教育的投入 是超过任何族裔的 他们会舍得给孩子花很多钱 特别是读着特别好的学校 好的专业 然后呢 低收入 这是一个重点啊 不会 他们呢 会撞运起 他们一地不太会升那么多 他们怀了会申请更多的数量 来增加自己录取的概率 因为他们认为 我标划本身就不高 或者是 今年很多学校没有钱 那我要多升一些 可能给我讲学习更多 三个层面的这个家长 考虑点是不一样的 但是共同原因 就家长在面对不确定的时候 选择的是申请更多 这是一个合适的情况 然后讲到我们关于我们自身啊 ICT如果不提交 那我们怎么体现这个优势 那么首先来看一看啊 这是历史上数据啊 这个数据呢 是稍微早一点 但是趋势之间没有变化 因为自从最近几年呢 很多机构在抨击 这个ICT是歧视 低收入和手术主义的一个工具 所以ICT呢 把这数据都给减掉了 之前ICT几乎是每年会公布 这个分数和族裔的关系 分数和那个收入的关系 它会明出来 但是最近几年 它都给去掉了 你找不到 你已经找到很老的数据 但这数据很有代表性 但是看一下 亚裔 作为美国族裔里边 ICT最高的一个族裔 当然了 这很有意思啊 ICT也做过另一个调研 家庭收入和ICT分数成正比 就是亚裔的收入也是全 全美国族裔收入最高的平均收入 大概是 我记得是9万还是多了 还是8万多 其中台湾裔的最高 因为他可能移民美国比较早 也从事高科技行业 然后其他就是 Caucasian Hispanic Black 就大家往下看 这个收入很挂钩 这很有意思 这样看这个 这个是一个亚裔组织 专门讲那个考试公平的 他公布了一个数据很好玩 他说 实际上 哈佛呢 没有歧视亚裔 他说 哈佛在去年申请季 他的申请人数和录取人数的比例 就是22%左右 说这没有歧视 但这个有点偷换概念了 就是好像是有固定名额一样 就是你亚裔申请20%多 我就录20%多 他所谓的20%多呢 就是亚裔申请人 在整个所有申请人里边占的比例 然后录取人右边这个图呢 就录取人在所有录取人的比例 但这样就没有意思了 就好像说 你我100个人里边 20个亚裔申 我就录两个 我就按比例 那不就违法吗 你怎么能够按顾定名额呢 对吧 你又不是共产主义按需分配 但是这个数据就是这么tricky 非常明显的证明这一点 哈佛他是有个隐藏的quota 他有 就是这个数字 非常精准 在20%到22% 然后大家再看这个 这个是去年 19年了 前年了 一个lawsuit 就关于哈佛嘛 但最后判输了 就是哈佛没有败诉 主要原因呢 是他们提供了证据 拿出一些越南裔 和东南亚裔的一些学生 录取的数据 他说他们是亚裔 没有其实他们就录进了 这个董航的皇上家 肯定知道 亚裔分东亚裔和东南亚裔 你就是印度裔 中国裔 他算一波 韩裔和日裔 他也不一样 东南亚裔更不一样 东南亚裔 如果你是越南裔 你是菲律宾裔 你录取的标准一定会低 但是呢 因为我们打的关子 是亚裔vs哈佛 你把亚裔给团结起来 但是亚裔里边 有一波是支持 平权 有一波不支持 所以很有意思一个现象 大家看一下 当时这个数据里边 就是明显的导向性 他就是为了告诉家长 你看 你们华裔在整个的亚裔 不光是华裔 亚裔在美国的人口不到10% 哈佛每年录你这么多 你还要怎样 对吧 他在暗示搞这个 搞这个信息差 然后白人呢 我也只是接近 而其他族裔都在被歧视 他们在选择性的 在导向一个事实 就是说哈佛实际上 在给 那个Asian占便宜 所以很有意思啊 这个我觉得 家里都可以关注一下 这个就是在美国 我一直劝孩子 不管你将来学工程师啊 还是学数据科学 还是学医啊 文科写作一定不能断 因为你会发现到 将来影响你个人命运 和家庭命运的 包括族裔命运的 是文科的东西 就是对 对人思想的影响 你的影响力 你的写作能力 所以为什么大家 深情里边非常看文书哈 不管你是一个医生 还是一个科学家 你如果不能用非常精炼 简洁 好的语言 信任的语言和叙事方式 呈现给这个读者的话 那就是一片垃圾 因为你要 所有人都要写paper 所以说写作能力 在美国大学里边 是必不可少的 所有前50大学 我没见过 哪个不要Asian 甚至前100 如果什么都不要的哈 有 用大学非常的少 而且是比较好进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收入 刚才我提了哈 这是13年的数据 最早能找到13年啊 你的收入 收入越高 你的那个 Asian越高 但是呢 20万网上他就不写了 为什么呢 我们呃 我们之前读了一篇文章哈 是一个人就在抨击吗 说为什么19年的时候 那帮名人会花钱 把孩子包装成一个多动症 或者是有心理疾病 需要端路人给他可监考 家族监考的人呢 被贿赂的花了一万五 还是两万美元 给他答案 那小孩就考的很高 好莱坞那女明星嘛 然后呢 他们就说哎 不是收入越高 这个SED越高吗 其实不是 就是收入高到一定程度 他不高 就就真正到特别收入 他每年 挣几百万上千万美元的啊 他们实际上学习能力反而运动的强 就是他们反倒是因为通过一些别的手段 搞一些活动 特殊的活动 特殊的体育运动 包括捐款来进 这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也就是说聪明人 努力的人 他是有个上限的 掌握社会最好的资源的人 要么就是机会 要么就是运气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现象 我自己总结 觉得挺好玩 然后另外一个呢 那个亚裔组织呢 总结了一个特别好的书记 来告诉家长申请多么难 老多家长认为我有完美的SED 我有非常好的GPA 我就能进评校 这个数据我觉得 比我总结的要好100倍 所以我特意拿下来 给大家看一下 ICT满分的学生里边哈 哈佛每年 只会录一个 就是每四个ICT满分 他只录一个 三个会被淘汰 所以ICT你说对哈佛有用吗 有用 因为哈佛平均 每20人可能就录一个 对吧 你要是ICT满分 你的概率大大增加 大家应该倒着看这个数据 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点 好像说那ICT满分没有用 有用 你的概率增加了很多 然后宾大和杜克 如果你是全校的validatory 就是全校number one 那个成绩 各方面综合第一的 然后在毕业典礼演讲那个人 你五个里边只能录两个 还是一样 你反正看这个数据 其实你的概率再增加 就是如果你打到任何一个点 你的概率是比普通人大很多 因为你看哈佛 去年的数据5% 20个录一个 对吧 这是五倍的一个增长 所以还是有用 普林孙的更狠 82%的那个validatory 都被reject掉了 为什么呢 符合完美GP完美ICT的人太多了 好学校 每年就那么多名额 那必须通过一些别的方式来select 所以今天我们会强调 文书和活动 包括整体规划 在这里边作用 这是刚才给大家提的 哈佛公布的 他不要那个ICT 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 如果你不教可以 但是你入学之后 你属于要要教 他还是要看 而且呢 他的目的 他说的为什么要看呢 他是有需要 他要做 academic counseling 还有placement 包括UC UC说如果你要申请两学金 你还是要教标话 如果你要申请一些理工科的 你还是要标话 因为ACCT呢 他考验的是一个学生的 那个逻辑思维能力 还有短时间内 完成任务的 那个项目管理经验 因为考试往这一放 你知道题目还有样题 都是高中四年 看你怎么准备 这个是相对公平的 和中国的高考验相对公平 GPA呢 不太公平 每个学校的话 标准不一样 好学习差学习也不一样 然后课外活动资源不一样 对吧 就是大家绅士也不一样 只有标话 为什么叫标准化 他是相对公平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很难在短时间内 给拿掉 因为拿掉的话 腐败的现象会更严重 会更容易让政客 或者是一些有目的的人利用 这个是康奈尔的 我觉得他使得特别明显 他已经很轻手的 从官方回答了家长 对于升学这个东西 怎么看 他说 你们不考SATACD 没事我们理解 因为疫情 你们达不到 但是我们要通过哪些地方 下面五个点来考量你 第一个 在你的高中期间 你拿了哪些难课 我们经常的时候 问答的环节 很大想说 哎呀 我是拿一个普通历史的 Honor呢 哪一A呢 还是AP历史的B 这个问题是我们问的挺多的一个 实际上 我觉得 你要看你孩子的时间管理能力 我们公共在这个学生座评估的时候 我们考虑这孩子的learning style 他学习的那种方式 他是听觉型的还是视觉型的 还是那种演绎型的 他不一样 而且这孩子的话 他对这个学科师傅热爱 然后他有多少时间 是被课外活动挤占的 就还有他的目标 他要定什么 它是一个非常 非常复杂的过程 就是你是要学习你大学 但是你就这么多时间 然后这孩子是学习效率在这摆着 那短时间内你的成果最好 最重要 这是一个科学管理的过程 而不是说一排脑袋 努力努力带努力 少说要多喝咖啡 不是的 他是有个递减效应 如果到一定点 你非常贪心 你做了一堆AP课 然后你要做活动 你只会满盘接受 我们接受太多 我们接受11年级 就是比较晚加入我们的 这些孩子就是 我一看 怎么这成绩那么多B 然后都是90%左右的 他很明显 他就太贪了 他实际上一堆AT 一堆AP课 因为他也知道这个有用 但是他捧不住 到最后的话 三颗就是B 那三颗是全A的 他可以拿掉一颗 换一个owner 其实你不要在乎 那么一点点的区别 毕竟你是全年级第一 你大概也是被名校淘汰 你做的一点 就是增加概率 但是你要是 顾此失比的话 你就会亏得比较大 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 就是我们做分析的时候 我们会综合考量 我们会评估这孩子能力 因为有的时候 第三方 他这么多学生的话 他很容易判断 这孩子的那个执行力 还有这个他的上限 非常明显 然后第二个 Evidence of Commitment and Effort Pursuing Other Challenged Learning Experience 这样说 那不就多上课吗 不是不是 所有的课外活动 不管是Volunteer 不管是你的Summer Camp 不管是Research 还是Internship Work 所有的课外活动 不同类型的 他考虑的是你作为一个学生 你的思考 这也是个学术能力 你一定要把它联系到学术上面 就你必须要做研究 但是你做一个学生 你的体会 你通过你的这个逻辑推理 和你的这个辩证思维 还有你的这个叫 Coreal Thinking 来评估 就是批判性思维 来看这个事 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 我怎么做这个事 效率高 实际上学生做可能就这样 你所有东西都要回到学术 而学术呢 是解决一个 社会上任何一个问题的 一个科学的方法 这是总结一个 比较有效的方法 所以家长不要以为 这个事实上多上课 也不是 你可以做volunteer 但是呢 通过你的研究 调研和思考 还有那个一些大量的阅读和学习 你发现一个更有效的方式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就你的创造力 那你就会比如说 那些好几百个小时的义工的孩子 会更有价值 因为那些小时在重复 重复在重复 他只是在帮助 贡献社会 很好 前五是够了 前三十前二十不够 远远不够 因为你在这种中间 没有体现你的这个 学术上的这种 敏锐 就是什么嗅觉了 或者是那个advancement 然后第三个 就是 其他的考试 他其实指的是AP和IB 在美国我们主要是 针对的AP IB还是比较少一点 然后还有那个 在设计大学上的课 这都算 然后第四个讲的是文书了 就是你的carecraft and authenticity 的writing 其实他教的writing 不就是申请文书吗 一个大文书 一个几个小文书吗 这个文书呢 很多家长觉得 要搞文笔好的话 那我可以找一个耶鲁学文的 对吧 给帮孩子给美化一下 没有用 他第三个点是最重要的 就是那个独特性 那个就是本色吧 本色出演 就原生态 也叫原生态了 authenticity 这个很重要 就是如果一个孩子 他的活动是这个经历 他写的文章是比较一半相成的 如果一个孩子 他写的特别漂亮 他在学校里边的 那个英文课程 也都拿不了A 而且上的是普通英文 而且他SAT的话 那个就是英文部分考的很烂 那那很有问题吗 前后不对称 你的政务和证据不对称 那就会拒绝 就不会录你 就是一个人吗 可以不做活动 他可以读很多书 那他的成绩一定不会差 他是一脉相成的 这就是为什么 美国大学申请 会看一系列的文件 你的成绩 当然你的推荐信 你的写作文书 你的活动 很多东西来证明 这是一个比较 比较合理的一个 一个人的成长路径 而不是像一个小孩 做了好像这多点 那多点 然后最后写作 写作写的东西呢 和他做的完全没有相关 因为为什么呢 很多家长会选择 我试一下 我听说这个活动 不做我参加 我听说那个活动 也不做我参加 就最后申请的时候 发现 孩子好像硬指标 没有那么高 那怎么办 那我们就推着求其次 选一个稍微弱一点专业 再转学转进去 这种思路家长不在少数 我理解啊 但是呢 他会产生一个问题 你之前做的东西太乱 你到最后 在写文书的时候 在表达你自己 你又想推着求其次 就像你准备了一个 精心的礼物 你去你去你去date 你去相亲 你准备了礼物 是给你一个 你特别喜欢的女孩 但是呢 那女孩拒绝你了 然后你马上 跑到隔壁 找另外一个女孩 你你你觉得 哎 这个女孩好对我有意思 从这里高一点 但你这个礼物 和这女的不匹配 你所有的这种打扮 你的这个香水 你所有的东西 你的你选择餐厅 和这女孩完全不配 就因为你是为了 呃 为了为了之前的女孩 拒绝你的女孩 所以是一样的 所以加拿大规划的时候啊 我们是鼓励试错 鼓励去尝试 但是呢 在这过程中 孩子一些性格特点 啊 他的一些 学术上的一些兴趣 还有他一些潜力 他一些特长会彰显出来 而我们会根据这个孩子 这个变化 来做一些调整 来做这个申请路径 而如果你是东一头西一头 那最后的话很难 很难再申请一个 所谓容易的专业 因为容易 你的精力不匹配 那也是不容易 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过去很多这种案例 我们接受比较晚的 最后都是因为 他申请的这个专业呢 他再怎么往上扯 他的精力是 没法牵连过去的 是就是说为独立 你做了一堆CS的活动 然后对后你说说 说甚至Bio 你又往BioEngineer扯 没有的 你没有学过任何Bio 你上了一个APBio That's it 这个不可能让你 解释你之前那么多CS 对吧 就很有意思一个事 给大家分享 然后最后一个 也是最关键的 他就说推荐性 最后一话 最后一句推荐性 而这个是哈佛胜诉的 主要原因 他当时哈佛 那个lawsuit 举证了很多材料 他其中最有利的材料 就是过去一系列 亚裔申请人 所在高中老师 写的推荐性 评分率比较低 最后一个slide 加上会看到哈佛 是能打分的 你的分越低 你如果是1的话 就说明你是number one 你是最好的一类 如果你分越高到五分 你是最差的一类 就像推荐性一样 number one推荐性 是说这个学生 是我过去几十年 教育里边最好的 然后呢 排分五的推荐性 这学生上课不太配合 我也不知道他是谁 没有表现 就这么说 这就是number five 一般老师不会说 也特别坏的 还有他孩子会有 chitting的问题 在学校里边有那种作弊 那可能就是更差一些 所以就他 康奈尔这五个点 针对不要ICT 他给大家重新强调了 我们再看点些点 这要考的话 家长看一看 家长说 ICT是会永久取消 不是 康奈尔特别强调了 在他第一段第一句话里边说了 我们从来没有计划 要要要永久的采取 TESOP的这个政策 他强调这个点 因为说实话 作为任何一个大学 政治是他的一个 政治上的平衡 政治正确是他的一个生存手段 他要活 但是呢 他的一些专业 一些硬栋科学的话 必须通过ICTCT来筛查 有能力的深向人 因为ICTCT谁都是公平的 单位时间内的公关能力 就是这个孩子的学术 学习能力 这种这种人是一定要的 就是为什么在座的很多家长 如果充实高科技行业 一定是国内985211 或者是一些不知名大学 但是里边非常拔尖的学生 选拔出来的 你们在国内非常血腥的一片红海 杀出来到美国 你们通过自己的努力 也证明了自己的价值 这个是没办法的 就是为什么科研行业 他没法避开这种 标准化的测试 来删选最有能力的学习者 所以这个点呢 我认为啊 短时间是不会取消的 可能我觉得至少十年 五年凑了 除非有重大变故 然后呢 给大家一个总结啊 因为刚才我讲了很多 具体细节的东西 很多家长 可能第一次听说 或者是有可能是国内来的家长 就是国内听 过来饭腔听的啊 可能会困惑啊 我就简化一些 这个有个type 我刚才打错了 有点急 GPA 然后呢 AC letter recommendations 上面这个bubble呢 是最大的factor 如果你的目标是前30 或者是前50 这边的工程学院 这两个还是挺重要的 然后呢 课外活动也非常重要 因为为什么 你的GPA最高 你就是权A吗 你还能再搞哪去吗 不可能了 对吧 咱讲的是不加权的GPA啊 不管你多好的学校 你就是四分 你们学校即使是12分算法 5分算法 6分算法 大学要更变成4分算法 这个已经到了一个limit了 就是不管今年申请人数 多么增多 他这个已经筛不出来了 然后标不下好事 今年不管你交还是不交 不交的人单独一块审核 交的人单独一块审核 交的人你最高也就1500 1500 15006 然后呢 到1600很少了 对吧 所以本质上没有区别 真正的变量 活动 而那个推荐性呢 是和你课堂表现有关系 和活动也有一点点关系 你的essay 如果没有活动支撑 你写不出来 所以家长会听一点啊 你不能最后够主抗文书 即使你还在申请文学专业 嗯 你如果活动 和你过去的整个profile 不支持的话 这个文书的话非常的突兀 然后呢 呃 今天真正重点的就是这个啊 很多家长关心啊 就是后疫情时代 我们怎么操作 什么叫后疫情时代 这个这个病 嗯 已经在美国肆虐了将近一年了哈 国内已经超过一周年了 就是呃 疫苗现在大量接种 我们听到很多好的消息 但是呢 我昨天读了国内一个知名媒体 丁湘医生 他一个报道 他说 过去大家讲群体免疫 巴西首先群体免疫 他有一个区域哈 他有76%的人 已经得了新冠 这个统计数据可能有误差 他就讲这个现象 没有形成群体免疫 按理说一半以上就群体免疫 为什么呢 这个新冠虽然死亡率确实不高 但他有个非常可怕的地方 他复发率极高 然后呢 他的身上 如果你没有打疫苗 你靠自己得了以后产生抗体 那个抗体的周期非常非常短 他不像别的病 可能一年可能半年 所以那个城市后来发现 他的他的复发率继续再高 他没有形成群体免疫 所以幸好我们有德国美国的专家 这些大量的资金 大量的巨头 还有全人类共同努力 这些科学家们 这些背后默默无闻 赚钱很少的生物学家们 他们在做出那个疫苗 因为这个疫苗的话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做这么短 他的技术 家长肯定比我懂啊 就是那个人工合成疫苗 所以说我们疫情得以制止 但是我认为啊 即使打完疫苗 可能这个后疫情周期 至少到年底吧 后疫情会伴随我们像流感一样 以后每年都要打新冠疫苗 还要防止变异 他和流感一样会有共存 但他传染性实在太强 所以我们讲这个主题 就是希望家长能够与时俱进 了解这个情况特点 在online和offline这种特殊的变化 情况下 怎么去应对自己的生理策略 然后这是我们的总结的一个图 家长可以截屏可以照照片 这个是比较general啊 我之所以说8到11年级 我不是说所有的人都一样的 每个孩子不一样 你们家庭情况不一样 你们孩子起点不一样 你像一般的孩子啊 学区稍微好一点 他会选择在暑假的时候 跳掉geometry几何学 然后为了暑假高一点 这是一个比较通俗的操作 但是很多孩子对数学不敏感 他选择那种比较慢的节奏 他说会少拿一到两节 他高中的数学就会别人慢两年 所以每个家庭不一样 还有的孩子 我们接触一些学霸 我们之前举办的冬季的 那个ACDACD CAM 我们有一个小孩 我记得ACD是考了35还是36 初中生 这种我们过去一直有见 中国小孩 英语小孩都有 就这种孩子 你规划路径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给大家列的 就是如果你们家孩子属于普通 一个正常普通的孩子 那大概率这些东西是比较涵盖的 比较有导向性的 家长可以看看 就是八年级呢 就是一个预热可以试错 为什么八年级的暑假 你的活动 私立大学录取的时候是要看的 然后呢 九年级是一个播种期 就是你可能尝试不同的这个方向 来找自己的优势 还有兴趣点 十年级开始收 开始集中 然后十年级就是冲刺 就是突出你最强的那个点 家长不要说我要面面俱到啊 很难 面面俱到不是说你学习 就是说你学习好STPA和那个科外活动 如果你的目标是前三十 前二十 前十 GPA和标化的一个接近完美的成绩 是是标配的 就作为亚裔申请人 你是标配的 因为你亚裔的话 要求就是搞 没办法 这是一个现实 所以我讲的是活动 我这边讲的都是活动 你的活动要非常的突出 才能够在精神中脱颖而出 而且你要不要怕雷同 而是要结合你的优势 就是你不要说哎呀 这个行做的人多做的人少 这个不是重点 这个重点是你是否擅长 如果你打了一个相对比较偏 你又不擅长 那不是一样 然后活动 做的类型很多 特别疫情 我不认为就是一定要去 参加某一类活动 某一项 合适最重要 这个合适就和你孩子的优势 兴趣 还有家庭情况 还有你们父母这个 能给的资源 要接尾 因为很多家人有很多资源 教授资源 学术资源 但是呢 他没法好用的话 还不如一个网络器 因为还是那句话 不能太突兀 这个要有一个合理性 然后哈佛呢 在那个 Lawsuit 就那个和亚裔那官司里边 他透露个内部文件 他里边有这么一段话 他们内部的这个招生官的 培训手册这么写的 如果我们这个招生委员会 我们评估 觉得这学生是 学术成绩没有问题 这点我要强调一下 哈佛的学术成绩没有问题呢 可否是你拿A 大家都知道林书豪的故事 他是咱这边 斯坦福对面 Polot High School的 那个高中的篮球队长 二级联盟最佳运动员 他成绩是几乎全 我记得是全A 他ACD考虑将近满分 他去哈佛的话 他GP就3.1 就是哈佛的话很难 到那个点的话 真的是很难 当然经济学 是哈佛比较强的一个学科 他可能确实难一些 就是老多孩子在哈佛 他就是dropped 因为他学不上 就跟不上 因为当你到那种级别的学校 你就是已经是 每个地区里边最强的一批 所以他这里边 轻松的一句说 你能适应哈佛 其实那个要求很高 你的GP也很高 你的学校的学术氛围也很强 你不能在一个高中里边 历史上从来没有录取过 UC Berkeley以上的高中 然后你全A 你又冲击哈佛 不可能的 对吧 你除非你ACD满分 然后你数学竞赛 拿了个前几名 那可以 这种exceptional的可以 然后他说 我们mostly interested in person behind the scores 就是你看到分数 这是一个data 你的标画这是一个data 但是最后看的时候 你这个人 他怎么看这个人 活动 你的活动的含金量 你的写作能力 因为写作是你和 招生外沟通的一个方式 你在展现 你是个什么样的人 你的独特性 然后面试 面试实际上 有点意义不大 因为面试的话 基本上不太会减分 特别家伙也很少见 因为他都是校友面试 权重没有那么大 所以就是他实际上 是看你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因为实际上符合要求的人 太多了 然后这个呢 为什么加这个点呢 这个是经典的 马斯洛这个 人生这个不同的需求 不同阶段需求 对居所的要求 对安全 对吃的要求 就是从最基本的 都要对 我想通过这来提醒家长 你考虑一下 你的家庭教育计划的目标是什么 你是希望孩子能够 解决温饱问题 我觉得不可能 我觉得赶来美国 运输的国际学生 特别是 在座的这个听众 大部分是美国当地的家长 不存在这个问题 温饱问题在美国 只要是没有特殊 重大家庭困难的话 非常容易 非常容易 然后呢 你是想给孩子 追求那个 他的passion 这点比较tricky啊 孩子说他要追求passion 因为受西方教育影响 那现在产生一个问题 你是否可以容忍你的孩子 过一个非常清贫的生活 然后呢 你有钱给他买房 给他安排工作 他有钱就可以给你 你有没有这个 他有没有这个后援吧 因为我们支持孩子 就继续梦想 但是你作为一个家长 你有多少家庭负担 你有没有养老的负担 你有没有自己养老的负担 对吧 因为家长如果上了40岁的话 45岁 他肯定考虑这个养老规划 因为你到60多岁 没有工作能力 或者你想休息的话 你未来几十年 你怎么 你怎么 你怎么这个这个钱怎么分 对吧 虽然美国相对家庭独立 但是这个也要考虑 所以家庭教育规划 我觉得要考虑财务原因 家庭诉求 如果你们家调的真的很好 你给孩子有信托基金 你有给孩子 有几千万美元的这个资产 那可以啊 那你就真的让孩子 pursue passion 无所谓 因为你给他的信托基金 可以养他到他自己开心的 我觉得家长对孩子的教育 安排要考虑 和自己的退休 安排是一样的 就像你穿401K一样 你要未与筹谋 你要整个评估 你要干什么 而不是说 哎我就进行评校 没有哪个大学 收了你那么多学费 会保证你录取 更没有哪个大学 会保证你会幸福 没有 他们是收钱的机构 是打着非盈利旗号 但是赚了很多钱的 一些神奇的存在 你来 对他来说没有影响 但是如果你没有目的 你去了 影响的是你 所以我们一直在 我们咨询过程 很大一部分是 问孩子你到底要什么 然后家讲 你能给孩子什么 你就对孩子期望 这是什么 你希望孩子有什么样的生活 而不是说 哎 你想去哪个学校 你要什么排名啊 那就好像是一个医生 在给医生看病 我不做MRI 我不做那个Blood Test 我什么都不做 我就问 哎 你觉得你哪不舒服 我头疼 然后给你头疼药吧 这叫拥医你知道吗 不一定啊 他头疼的话 可能是别的地方有问题啊 所以我家长要思考一下 就是你的家庭教育 就是什么 从底层到高层 这些没有高低规见之分 现实之分 我们生下来 我们从哪个地方起点 是天注定的 但是呢 终点在哪里 其实重点是一样 过程怎么走 过程怎么走 你前面的体验 我觉得这是关键 所以家长 我觉得经常要定期 和家里边和孩子要开会 特别是美国长大的孩子 他们独立思考能力很强 要终合一下 到底西方和中方 这种文化的交织过程中呢 怎么让家庭的这个目标 渐渐一致 因为我不认为哪个家长 是要天生折磨孩子的 我们见了很多悲剧啊 这个新闻里边一些悲剧啊 孩子抑郁啊 或者出事自杀啊 我认为家长 出生大部分都是好的 你举个例子 我太太生小孩的时候 我当时拿孩子那一瞬间啊 所有的在美国生活 孩子的家长都知道啊 你捧着孩子一瞬间 你第一个想的 我大概率去猜啊 你就一个概念 孩子只要健康就好 没有那家长说 哎 我的孩子家长一定要读哈佛 我觉得那家长太吓人了 要就要那个成的话 那家长太吓人了 大门家长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平安 是第一个观念 但是随着孩子成长 我们开始越来越欲望 我们开始孩子往那推推推推 我觉得 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 因为人类就是因为这些欲望 对好 对更多的追求 人类社会才不断的进步 如果人这种生物 没有这种欲望的话 没有基因里边这种驱动力的话 人类社会还停留在远古时代 所以我认为这个欲望是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务实 这是为什么我们公司啊 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理解 我们是一群 现实的理想主义教育者 我们既追踪理想 我们也追踪现实 我们不会说是 为了家长的一句名校梦 而忽略了孩子本身的感受 我同样 我们也不会 因为这个孩子 不想努力 不想工作 父母太浇灌 而忽略了家长的教育诉求 因为我们发现 家庭收入和灌孩子程度 没有关系 我们很多家庭收入 没有那么好的家长 对孩子那种浇灌程度 完全超入了一些 我们接受的 billionaire家长的浇灌程度 所以这是我们在 过去接受中 发现这些现象 很有意思 跟大家分享 然后这个呢 就是不是我们说 是我刚接的 这是 康奈尔和 Stanford 这个应该是Stanford 他们公开的 他们录取中考量的数据 非常重要 左边这一栏 然后呢 成绩啊 你拿到什么课 你的排名啊 你的GPA 标划 标划这个是 如果提交的看 不提交不看 推荐信 非常重要 面试 课外活动 Talent 你的天赋 你的能力 这个一般的活动会体现 有些孩子是这样 我申请那个计算机 但是我的钢琴 可能是专业级的 可能我吹黑管 很专业 这个他都看 这是特长 这是加分项 呃 你的character 你的性格 你的你的性格 是不是和群 你是不是有个 普世的价值观 你是不是一个 全球共鸣 你还是你是个精致的 利己主义者 他都会看 所以有的申请人 他根本都很完美 他不要 为什么 这个人是个独狼 他干什么都是为了自己 没有大小会要这种群体 因为所有的科研 所有的伟大东西 很少有独立完成的 对吧 个别工作是需要独立完成 所以说大学习习习 为什么要看推荐信 你是否和群 这个是非常关键 而且现在大学 开始看你的social media 他开始看这个 呃 两年前哈佛有个新闻 一堆新生 因为发了一些言论 可能有种族歧视 还是种族 加点种族灭绝的那种 就是说的比较极端的语言 就直接撤销offer 给踢出去了 新生的facebook群 哈佛的 这个每年大学都有 只是说哈佛那个上新闻了 就是现在呢 当然美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 但是呢 有些底线是不能触碰的 同样适用于这个点 你的性格 你的个性 当你里边性格 有些非常明显缺陷的时候 大学会给你打 也会给你 呃扣分 而且他更相信 呃 这个 推荐人 推荐信 你推荐信这些人的评价 他们更相信 当然了 如果您是国内申请人 呃 很少有国内申请人在 我们这边讲座里边哈 那你要小心 你的推荐信的含金量不高 因为他整体的话 国际学校都写得非常好 啊 美国不会看那么重 但是呢 美国本土的小孩 亚裔学生一定要注意推荐信 和老师的这个关系 这个是康奈尔的 其实差不多 非常相似 都非常重要 他只是把class rank 都放在这了 我为什么又放 华人们最喜欢的哈佛大学呢 因为哈佛大学特别的鬼 他把所有的点啊 放在这儿 第三条 consider 他都考虑 其实就跟没说一样嘛 这个就没什么意义 所以我就放了Stanford 和这个康奈尔的 然后呢 再给大家经典一些 因为会讲很多戏的东西啊 呃 家长的接触程度不一样 因为很多家长 可能第一次参加讲座 呃 东西有点心象太大 呃 我讲座风格就这样 因为我觉得家长都比较忙 我希望一次给大家很多思考 呃 一块交流分享 呃 我也很喜欢互动过程中和家长 能够沟通 了解你们的诉求 然后更好的调整我们的服务形态 来满足家长的需求 那这里边就是四个点啊 我做成一个漏斗形状 呃 家长如果喝咖啡 或者是自己做一些东西的话 会知道漏斗啊 GPA 美国三万多高中 呃 全就就number one 每个学校number one 呃 他就三万多 那你怎么办 哈佛每年就叫两天多 其中一千九 一千八到一千九 会会最终去读 不够啊 对吧 而且路哈佛的人 有可能路MIT路耶罗 那怎么办 那我就看下一项 标画 那样有一些偏远地区 或者是学区比较弱的 他即使前A 他可能ICT也就是一千二千三 很多 对吧 这学历史上根本就没路过前三十的 删除 标画非常有用 标画再完了 假如他标画不要 或者标画呃 筛不出来 都是一千五五百五以上 再往下 课外活动 这个非常明显 因为有些孩子吧 他可能把高中四年时间全放在标画和GPA 才保持那种状态 他没有时间做别的 他他他已经是这个 灯窟邮警他累死了 但有的孩子不一样 哎 GPA我可能30%时间 标画20% 我50%时间 那你选择打游戏呢 玩呢 做义工呢 申请summer research呢 还是读书呢 还是去工作 就是你怎么选这个时间 所以为什么我说要现实的理想主义者 如果你家孩子连GP和test score 都handle不了 你一堆B一堆C 你搞什么扩核活动 你的扩核活动就一个 补课 一对一老师给你好好补课 然后呢 分析你的 顾问给你分析你的学习能力 看看是你真的是努力的不行 还是你学习方法有问题 还是你根本就没有努力 就是一定要从上到下 这个顺序是我刻意这么安排的 最后是personal personal你不用刻意 这是你自己 你对一个试的反应 你不可能从四年前 因为你要进某个学校 你就开始包装 伪装自己 以及做成那种哈佛 斯坦佛 conner 比如U.C. Burgers 想要的不可能 那你应该去当演员 不可能的 你演不出来 就是美国长大的孩子 他会非常追踪 自己内心的追求 所以这个点呢 是我们和孩子接触中 最保护的一个点 国内的孩子 因为大环境的影响 他们很难有自己的 这种发生的机会 他们大部分会选择 就是委屈求全 或者是追求 就是为了让父母高兴 因为在国内那种环境下 你很难有那种 所谓的自由的想法 自由的思想 不可能的 他有个框架框着你 压力都很大 所以这几个点的话 加上一定要注意 你的诉求是什么 你说 我觉得我孩子成绩 可能到了一个峰值了 但是我希望还是锻炼一下 知道生活不易 或者是我希望孩子通过活动 来锻炼自己 来接触社会 来更好的了解 自己对未来的诉求 也可以 就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杜名校 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杜名校 这么讲吧 美国去年 去年的数据 前年了 去年还没统计完 在四年制就读的人里边 有140万 2019年140万 我们手工统计了一下 然后呢 他申请四年制的大学 高中毕业生有220万 320万读高中的 然后呢 220万读大学 里边有两年 有四年 设计大学比较多 便宜 而且没有门槛 然后140万是读 四年大学 这里边呢 如果你考虑前20 前20那么多学校 加了UCLA那么大的学校 他每年只能承载 1.67% 四年制大学的 是个申请人 所以大部分人是读不了的 所以家长想这个概率游戏啊 就是你就是拿不到吧 就像身高一样 你在身边能见良病相的人很少 这就是个概率游戏 所以家长不要纠结啊 本来见到那种特别top的学校 就是非常少的一个事 所以不要因为这个懊恼 因为你的生活目标 比你的教育目标更重要 一旦你确认了生活目标 如果你说我希望孩子能够将来留在硅谷 享受这边阳光 可以在大科技公司工作 可以年薪世界20万 二三十万 那可以啊 没人说你要进名校啊 你可以去一个排名 只有五十步道 工程很厉害的学校 学CS 然后一路刷题 回硅谷上班 教育没问题 然后在你的专业领域 继续精进 里边天然就喜欢这东西研究 那你将来可以做的很好 你可以做一个 AI方向的一个PhD啊 你心智的话很高啊 对吧 就是你的life goal 你的生活的目标 比你的教育目标更重要 因为教育的话 没有一个学校可以保证你的就业 没有学校可以保证你的幸福 家长就要这个点 他只是有一定关系 但是呢 这边我要强调一点啊 本来这个周的题目是讲文科专业 但是最近新闻态度我们就推了 如果某些家长认为我们的孩子 特别适合咨询行业 那真的有些学校你逃不了 你还真的去腾教 如果有些家长认为 我的孩子要去一些 要去华尔街 要做trader 那你真的要考虑MIUMIT 就是有些学校 他是非常好的那个资源 可以保证某些行业的 但是呢 我觉得这么这样的家长非常少 因为你很难了解孩子的优势和特点 除非你就是直接从业者 你那边有connection 你可以给孩子铺横的路 这种也不排除啊 所以我觉得大学非常重要 但是孩子了解自己 在高中阶段就足够 我们接触的孩子 我们自己带的学生 很少有大学换专业 因为他在高中里边通过活动 通过学术 通过我们的咨询 我们的规划 我们的反馈 我们的长期的沟通 他已经知道自己的优势 还有他现实的情况 他做一个结合 而不是到大学之后 两年之后发现 我不喜欢这转 我再换 那不是每个大学都能换的 而且你大学 你再转的话 就是是可以转 但是你的成本太高了 机会成本太高了 你为什么不在高中 通过大量的活动 来了解你的优势特长 你把这四年变成一个 非常有 就是有效率的四年 能够拥有学术资源 和教授资源 还有那个career center 就是这样完全不一样 换上来的孩子 不换上来的孩子 他的时间上面是不一样的 然后最后呢 就是我们经常会拿出来 看的一个图 我们把这上面的四项 做得更细分 我们把标画拿出来的 因为如果今年疫情 还是比较肆虐的话 他考试比较少 我们就把这个标画给排除 但剩下还是很多 红色的 红色的是你改不了的 你的族裔 你的居民 你的信仰 还有你是不是第一代大学生 这些就拿不掉 还有你的父母是不是校友 你都去不掉 这是红色的 这是固定的 你剩下来就这样 然后呢 talent 还有你的天赋 这是相对而言的 相对而言 和你身形的专业 还有你的这个 特长有多厉害 有关系 这是相对而言 绿色的呢 越绿越重要 课外活动 这块都是一脉相承的 而且它中间是有关联性的 所有的扣外活动 都是你的经历 没有经历的小孩 是不可能写出 非常有深度的文章和思考 读书是可以 但是读书你要证明 你如果读了那么多书 写的那么好 你在学校里边 校报里边都不是编辑主编 那你读的书没法证明 因为能读能写的人 他很有表达的地方 他即使发个推特 也迭代人多 所以怎么讲 你说自己好 没有用 别人说你好 才有用 这是一个教生的观点 一个共识吧 我再重复一下刚才这图 加上可能有没有 没有招照片 或者截图你可以拿着看 这个就是美国哈佛大学 他在招生过程中 他打分机制 他总共有四项 学术 课外活动 运动 还有personal 你个人 然后呢 他会打分 分数越高 你录取的概率越低 这样看一下第一行 如果你的整体平均分 四项的平均分超过三 你录取率百分之0.13 超过来就距了吧 如果你的四项平均分 平均分是一 那你就是百分之百录取 这个非常 当然是非常少 你看他只有百分之百分之0.07的 这个申请人具备这个条件 这就是我说的A5和牛 非常的稀缺 非常的稀缺 大家不用担心啊 这种人 我们作为这行业 我做了这么多年啊 我接触也非常少 非常非常少 这个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这个 然后第三个我想重点提一下 athletic 这是名校 里边加了一个后门 因为哈佛是个体育运动 非常差的学校 林荣豪去读呢 他录的话 他是蓝星队 但是那个学校 他没有那个体育特长生的 这个奖学金 所有名校教运动员呢 他会有个体育特长奖学金 哈佛没有 哈佛的体育师应该是 第二或者第三联盟 比较错 应该第二 他为什么开这个后门 是给一些利益团体啊 他有曲棍球 他有草地曲棍球 他有基建 去年刚报了一个案子 一个华人的一个富商 就是i talk baby吧 就是家长会很多在大华超市 见到那个卖电话卡的 那个CEO给给哈佛的一个基建教练 呃 贿赂 就是买他的房子高价买 那房子可能值50万 他买了80万买了 他也没住 就挂了 结果被人给挖出来了 那个教练也被开除了 我记得应该是基建 没有记错的话 马术这些东西 就这些是 呃 哈佛的一些漏洞 他的后门 我觉得将来会慢慢堵上 你像斯坦福就取消了 呃 去年和今年这个体育队的这个 这个这个预算 就没有体育比赛 呃 实际上 呃 我就想给大家提一点啊 就是 期缺的教育资源 一直是 各权贵阶层 呃 追求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如果 呃 在做家了 有到了那个层级别 你也会考虑 因为你想给 把最好的给孩子 这个是作为 呃 合格父母的一个正常的反应 对吧 把最爱的东西给孩子 啊 这个正常 所以说大家要看哈 但这个漏洞会再慢慢堵上 因为这个名单比较大 但是呢 永远堵不完 因为哈佛里边 呃 哈佛录取人里边 包括普丁斯顿 收入在 加息收入在百分之 在50万以上 每年哈 非常多 占的比例非常大 还有效益的比例非常大 因为私效的钱 主要是靠捐款 还有个就是呃 家长的话 如果想继续 每周参加我们的讲座 不同主题 可以扫 这个二维码 让那个呃 艾里可以拉入群 呃 最后再补充一点 就是 我觉得家长在问问 就是之后的沟通中啊 不管是问艾里 还是跟我们沟通 一定要提前 告诉我们你的诉求 我要给一堆数据 因为数据的话 我们真的没法 给你具体的建议 我们希望 家长在周末的时间 能够勾勇利用 给大家一些具体 呃 比较直接的反馈 啊 然后如果家长 想咨询具体剩下的问题 可以去解决 问艾里 对 嗯 好的 非常谢谢Ben 今天的讲座 呃 有很多干货 呃 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如果家长 还有其他更多的问题 欢迎呢 呃 来加我的微信 我们可以私聊 那屏幕上呢 二维码是我的微信 如果您有兴趣参加 我们的微信 家长群 也可以加我的微信 我把您邀请进去 我们的群是需要邀请的 然后呃 我们每周六同一时间 晚八点 讲座 不见不散 那今天谢谢大家的参与 我们下周六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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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